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分析乌克兰战场的情况 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并不是在乌克兰 它实际上是在捷克军工厂 目前乌克兰战损的坦克是由捷克军工厂来进行维修 这里维修的坦克的不光是原来属于乌克兰一方的 有很多坦克原来是属于俄罗斯的 这些被毁的坦克在乌克兰收集起来 然后运送到捷克的军工厂为它重新进行修理 这里头它这个修理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它把很多坦克重新又配上了反应装甲 然后再提供给乌克兰军队 所以这个态势呢就是一个打持久战的态势 我们知道实际上装甲这个坦克装甲车很多车辆 它在战斗中的损坏是常有的事 实际上大部分的坦克呢是能够被修复的 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坦克 因为俄罗斯的坦克主要有一个大的问题 就是这个容易迅爆 所以它的毁坏呢一般比较撤离 西方的坦克一般呢 它的弹药是装在这个炮塔后侧 所以它一般不会把整个炮塔都给损坏一点 而且西方很多坦克的设计 它的弹药仓啊本身是对外排压的 所以它的设计就是主要是用来保护这个炮塔的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 这是乌克兰的一个组织啊 叫自由之都基辅 向这个乌克兰军队捐赠的皮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皮卡的品牌呢并不一样 它这个 这些皮卡呢可能很多都是二手 从欧洲收集来的 今天呢再次传来了关于T90M坦克的消息 这是一辆在巴赫木特战场被乌克兰军队缴获的T90M 我们现在可以 大家可以仔细回忆一下T90M这消息啊 最近一直出现在东部啊 这个在这个卢干斯克北部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两次了 一辆是被击毁的 一辆好像是被缴获的 我们现在在赫尔松地区看到的缴获的俄罗斯坦克 或者摧毁的俄罗斯坦克大部分都是T62 当然在东部战线啊 巴赫木特方向 卢干斯克方向 现在的坦克大多数都是T90M 所以现在有一个趋势 就是说它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过去啊 俄罗斯主战坦克呢 是T72 T72 P3 或者T80 当它的现役的主战坦克损坏以后呢 俄罗斯进行了补充 它补充是两个方向 一个是往低阶进行补充 它把过去老的T62起封以后 然后投入到战场 这一部分 车辆呢 在赫尔松地区损坏的特别厉害 因为它撤退的时候 没把T62往回撤 所以在T62损失的坦克多数都是这种旧型号 在东部呢 它补充了很多新的型号的坦克 也就是T80之后的T90M和T90S啊 S是更高端的 这T90M又据说是这个有些是印度陆军拿回到俄罗斯修理的 结果俄罗斯也不再给印度陆军发回去了 直接就自己用上了 当然这是这个我没法验证啊 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我们今天看一下战线上的情况 战线上呢 卢干斯克北部啊 俄罗斯主要是炮击了德沃里奇纳和这个德沃里奇纳库比扬斯克之间这个村庄 在这个 这个哈尔科夫和卢干斯克之间的地区呢 它主要是炮击了皮卡涅附近的两个村子啊 实际上也还是在库泽米夫卡附近啊 这个地方还是大家争夺的一个焦点 就库泽米夫卡啊 皮加涅这个方向 另外呢 在马基伊夫卡啊 这个进行了比较激烈战斗 还有呢 这个我们就看一下 就是说目前这个我昨天已经给大家画了一个像这个范围啊 还是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范围还大概还是这样 就是克里米亚纳北部的一段P66公路呢 实际上是被 目前被乌克兰控制了 所以 乌克兰实际上离这个新克拉斯尼扬卡 还有这个克拉斯诺里奇纪克这个方向已经比较近了啊 包括这克里米亚纳都不算太远了 这是卢干斯克北部战线的情况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顿尼茨克 顿尼茨克的主要战斗地点呢 还是比多格瑞夫卡啊 这附近 另外就是围绕着巴赫穆特 巴赫穆特呢 我昨我今天查了一下 昨天人数的损失情况 俄罗斯报的俄罗斯损失情况是510人 所以说战斗吧也还是比较激烈啊 他还没有降到400以下 目前呢 在巴赫穆特附近的战斗看来还是比较激烈 在这个 库尔九米夫卡这个方向呢 这个俄军还在进行战斗 但是目前的资料看 大部分地区呢 已经都被俄军占领了 在顿尼茨克市呢 还是这个几个主要方向 也就是阿富迪夫卡方向 匹斯基方向 克拉斯诺 格夫卡方向 埃尔玛林卡方向 实际上现在他等于就是向正北 西北和正西 这三个方向 进行这个进攻俄罗斯据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顿尼茨克扎布洛热方向 实际上在这条战线上 主要的战斗地点还是集中在 顿尼茨克州 也就是从弗洛达开始 沿着这个T0509 这个高速公路啊 一直到大诺西克 这一线啊 俄军请抛击 在扎布洛热的前线 目前是仅有这个库班有这个战斗 另外呢 在这个地区呢 这个 这个乌克兰军队呢 袭击了这个 刘比米西夫卡啊 大概是这个方向 这个一个后勤点 把他离这个托克马克也不是很远 在梅利托波尔的正北方向 好今天呢就和大家分析到这儿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 欢迎大家关注我的频道